演艺圈传来喜讯 恭喜林志玲除夕产下一子 她发文写道 终于等到小天使诞生到我们家 很希望在这个美好的一年初 使和我爱的每一个人 分享我衷心感激的喜悦 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和打气 新年快乐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 身体健康 永远保持正向的希望 爱会在每个人的身旁 除此之外 吴宗憲女儿Sandy日前举办了婚礼 过往婚礼即便有现场演奏 宾客多半忙着吃饭 交谈 不过吴珊如却做了不同的选择 她将椅子放在红毯的中央 为了尊重台上表演者 与老公两人全程没有用餐 专注观赏表演 让艺人堂从盛直呼 前所未见 大年初一不建议使用扫帚打扫家里 否则会扫走运气 然后破财 假使非要扫地不可 需从外头扫到里边 这代表将金银财宝留在家 此外 初一是水神生日 所以这段时间为了保持尊敬 最好不要洒水 洗衣服 此外 初二这天也严禁大扫除 相传在这天倒垃圾 洗衣服等会将运气赶走 初三这天 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 要减少外出 传说正月初四这天造王也要点茶户口 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守在家里 准备丰富的国品以示功赢 所以不宜远出 这样的禁忌其实也是符合人性的 让人民在连续过节中能烧些戏 初五进洞土 初六百无禁忌